这个男人在客厅里造了个小迷宫 可尴尬的是 他进去后就出不来了 别看这纸皮箱这么小 但里面的空间比想象的还要大 女友不信 无论好说敢说 男人就是说出不来 没办法 女友只好找来一帮机友 打算前往迷宫营救他 大伙整装待发 结果一进去 好家伙 这可真没开玩笑 外表仅有几立方的纸皮迷宫 内部竟然大过了整间屋子 没一会 女友几人就在里面迷了路 但他们在这里头 发现了粘在墙上的琴剑 拥有生命会动的千纸盒 大伙正纷纷感叹男人的手 可忽然间 一个泡妞踩中了脚下机关 大家瞬间慌了 虽然泡妞的血液 在迷宫里变成了材质 但很明显 她真凉了 女友情绪失控起来 这怎么还有杀人机关呢 谁知这时 男友大夫终于出现 他说一定会带大家出去 结果一回头就撞上的死胡同 大伙纷纷指责起大夫 可他却有苦说不出 原来大夫作为一名艺术家 因为一直拿不出像样的作品 一气之下自建了个复杂迷宫 结果没想到 这个迷宫活了过来 把所有人都困在里面 女友想用刀割开 大夫急忙阻止 说迷宫有一个牛头人 生怪当守护者 一旦玩家伤害了迷宫 牛头人就会追来杀人 没办法 一行人只好瞎摸瞎撞 他们来到了一个 令人迷惑的房间 里面的所有东西 都是涂鸦风的缩小板 但看起来却又十分逼真 这时 大夫打开桌上的箱子 哪知这居然是个任意门 人竟然还能钻进去 随着大火在管道里一阵翻滚后 好家伙 所有人都变成了纸片人 他们跌跌撞撞 结果却碰上了纸片牛头人 编导哥刚调侃对方萌萌哒 下一秒 对方就变成真牛头人 可把一行人吓得连连逃跑 他们通过管道来到另一个房间 接着大夫利用一块蓝布遮在门口 这才挡住牛头人 逃过了一截 你敢信这纸皮箱大小的迷宫 里头居然比一栋豪宅还大吗 就连设计师大夫 都在自己建造的迷宫里迷了路 更坑的是 队友还纷纷被他设计的复杂机关 接二连三地干掉 而有些机关 大夫自己都不记得 此时他们来到一间房 这里有一个能蛊惑人心智的假眼 队友们被诱惑着向前走去 大夫便一一阻止他们 表示如果脑子里想着有颜色的东西 那么人就变成纸 因为他已经亲身中过机枉 接着 他们又来到一个会把人变黑白的剧场 以及一个群魔乱舞的光影空间 一阵摸索后 众人好不容易找到原先的出口 结果一出来 他们竟然还在迷宫里 原来 这个迷宫会自行扩大 所有人头疼了 大夫懊恼不已 责怪自己要把所有人坑死了 但好在女友的一番积极鼓励 靠着心灵鸡汤让大夫振作了起来 随着大火一番讨论 他们认为这迷宫之所以如此混乱无需 就是因为没有一个能量核心 而作为他的建造者 大夫需要做出一个核心 然后把他放在迷宫中央毁掉 这样一来 整个迷宫就会随之倒塌 于是一行人立马行动 结果没走两步 他们就遇上一个指人机关 指人表示 如果不跟他击掌 他就不给大家过 没办法 大夫只好让部分队友留下来跟指人周旋 自己则带着女友去造核心 他提出计划 一旦造好核心 他们就要冒着生命威胁 跟牛头人来场时间赛跑 一个纸皮做的小迷宫 居然能把人置于死地 被困在里头的一伙人 还在和指人机关周旋 他们想陪指人尬聊 可指人只是一个劲地想跟他们击掌 这时 一人拿出张纸前去试探 啪的一声 指人一下就把纸张吸进了自己体内 如果那张纸是人的话 看来就会是这下场 旁边的男人灵机一动 他开始询问指人关于迷宫的问题 一来二去 他从指人内套出了牛头人的秘密 原来牛头人除了杀人外 最强的欲望就是向往自由 而另一边 大夫和女友经过了一节黑暗地段 在这里 他之所以建造这个迷宫 其实是为了向他证明自己 因为一直很失败 大夫非常担心女友会离开自己 女友安慰了他 表示无论如何 两人都会抗下所有意气走下去 大夫很感动 他终于放下了心结 接着他们造出了能量核心 便把刀捅进迷宫墙底 疯狂地向迷宫中央砍去 此时牛头人硬身而动 指人也发狂起来 企友们赶紧一个绳索套住指人的头 可下一秒 地板沦陷 一个巨大的手伸出来 他把绳子往地底托 企友们一松手 结果剩余的绳子缠在摄影师脚上 几秒后 摄影师 足 这时 牛头人也从他们边上路过 企友急忙赶过去狂喊自由 牛头人被吸引住 转头就跟着企友走 接着大夫趁机来到迷宫中央 他启动了核心 然后就是一刀砍碎 一瞬间 迷宫剧烈震动起来 随着一阵天旋地转后 迷宫坍塌了 大夫和企友们疲惫地从纸堆里爬起来 几人终于逃出圣天了 他们把剩余的纸片整理好 丢进了垃圾堆 可前脚刚走 牛头人后脚就从纸堆里溜了出来 鸡肉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这部电影叫做 大夫造了个迷宫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